那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目前我们的战机 然后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几个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刚刚画的那个图 分成那个绿色的 绿色的Close Path 跟另外一个红色的Close Path 我们会用两个Simple Close Path 然后它里面它其实里面都是Simple Connected 所以那个积分积全是0的情况 然后我们就是想要用我们辛辛苦苦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对于每一个C1 不要叫C1啦叫CJ 对于每一个CJ我们现在目前定义的东西都有一个东西 首先它从外面被连进来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做WJ 你知道吗WJ从外面连进来的时候 然后它会去走一小段 走一小段之后会连到另外一个点去 那这个走的一小段呢 这个连过去的叫做GJ 就是这样 然后它从外面进来 这个是L 然后这个应该叫LJ 然后连过来 这个叫PJ 然后再连出去 叫LJ加1 这个先不管它 好就这样 然后第一段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现在又要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方向就是 从GJ再回到WJ 然后走的方向还是一样 这个 这个卡牌的叫做QJ 就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有PJ跟QJ 喝起来就刚好是QJ 对吧 就这样 好 所以我们就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定义了这些事情 定义 再一次 这个画得多么清楚可爱 我自认 然后但是我们要说出来的时候呢 就变成说 这个说的实在有点点复杂 那个什么叫做PJ呢 就是CJ的一部分 那是从哪里连到哪里呢 从那个WJ连到GJ 然后走的方向要怎么走呢 就是 在那个CJ相同的方向 这个就是第一件事情PJ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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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J呢 就是另外一半 就是我们刚刚画的那一半 然后是怎么定义的呢 这个基本上的画是一样的 只是起点是GJ 终点是WJ 这样 然后走的方向 跟那个CJ走的方向是一样的 就这样 所以QJ 这是我们定义的 QJ就是 CJ 然后呢 是从 谁呢 GJ开始走 一路开开心心的走到WJ 这个 WJ 然后呢 它怎么走的呢 SIM Orientation CJ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画的出来那个图 PJ 跟QJ 连起来的之后呢 它就是我们的CJ 就是这样 所以要说的这个伟大的话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 再接着下来呢 我们现在要定最后的那个 最后的要定的那一大圈 所以呢 不要忘记说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所有G0 就是我们在最大圈的C上面有G0 还有最后一个点 连回来 从外面 那个C1 C2到CN 最后一个CN 再连回来的那一个点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现在有最大圈的这个C C 然后它有一个从它开始的Z0 然后最后 最后 最后经过了 这就回来 回来连的是 画好一点的画应该是长 类似这样 随便 就这样连回来的时候呢 连回来的时候 这个是WN加1 P 就是这样 好 然后我们一样要像刚刚的那个定义方法 定义 那个P跟Q 那P是谁呢 P就是 那个从Z0开始 很顺的连过来的 这一个叫做P 好不好一下 好 然后呢 Q就是最后 最后 从WN加1 再连回Z0的 这一个叫做Q 这一个叫做Q 就这样 好 然后这也是跟前面一样 就不是跟其他的 其他的CJ一样 CJ就是 PJ连及QJ 就刚好是绕一圈 就是CJ 那这边也是 P先走了P 然后再走Q 然后就是 刚好绕一圈 就是那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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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C 好 所以我们又可以 又可以再定义 两件事情 一个是P 一个是Q 那P就是 谁呢 它就是C的一部分 从谁开始走 从Z0开始的起点开始走 到最后一个点 WN加1 然后走的方向是C的方向 然后再来 Q也是 然后走的方向也是 就是 就是看着办 WN加1到 Z0 然后走的方向就是 也是C 大C的方向 然后走的方向就是 好 所以呢 就是 我们现在又有Q 它是什么呢 它又是C的一部分 然后是从哪里开始走呢 当然就是 从我们的WN加1到Z0 行 然后行进的方向 它就这样子 好 完毕 谢谢 稳定